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解释了物种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化的 这就像是告诉大家 原来我们并不是从亚当和夏娃开始的 而是从一群小小的单细胞生物开始的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科幻小说 然而 达尔文的理论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欢迎 反达尔文派的出现犹如一群穿着盔甲的骑士 誓言要捍卫传统的宗教信仰和创世论 他们认为 生命的复杂性无法仅仅通过自然选择来解释 必须有一个更高的力量在背后操控 这就像是说 虽然我们可以用科学解释为什么蛋会孵出小鸡 但我们绝不能忽视上帝在厨房里煮蛋的可能性 在这场争论中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关于猴子审判的 1925年 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小镇发生了著名的斯科普斯审判 一位教师因教授进化论而被起诉 这场审判吸引了全国的关注 甚至有名的律师克莱伦斯 达罗和威廉 詹宁斯 布莱恩参与辩论 达罗代表进化论 布莱恩则是反达尔文派的代表 两位律师在法庭上的辩论就像是一场精彩的摔跤比赛 观众们目不转睛 最终 虽然教师背叛有罪 但这场审判却让进化论的讨论在美国变得更加热烈 就像是达尔文在一旁微笑着说 看吧 连法庭都在为我打广告 随着时间的推移 科学界对达尔文的理论逐渐达成共识 进化论成为现代生物学的基石 然而 反达尔文的声音依然存在 尤其是在一些宗教团体中 他们坚持认为进化论与信仰并不相容 所以 达尔文与反达尔文的较量 实际上是科学与信仰 理性与感性之间的较量 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双方都在各自的跑道上坚持着 或许 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既能包容科学 又能尊重信仰的平衡点 让这场争论不再是生死较量 而是和谐共存的对话 最后 记住 科学和幽默 都是探索真理的工具 就像达尔文说的 我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只是比其他人多了一点耐心 所以 面对争论 我们也许可以多一点耐心 少一点争吵 毕竟 生命的演化 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变化和惊喜的过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法拉第VS赫兹 电磁波的发现之争 在电磁波的历史长河中 法拉第和赫兹这两位科学家 就像是两位在舞台上争夺主角的演员 各自有着独特的风格和贡献 让我们来看看 这场电磁波发现之争的精彩故事 首先 迈克尔 法拉第 Michael Faraday 是一位英国科学家 他的实验室 就像是一个魔法工坊 充满了各种奇妙的实验 他在19世纪中叶的电磁学研究中 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 提出了电场和磁场的概念 法拉第的实验 总是充满了惊喜 甚至有传言说 他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室 常常会忘记吃午饭 结果一整天都在和电磁场对话 他曾说过 我不懂数学 但我懂实验 这句话让许多科学家感到共鸣 毕竟 有时候实验的直观感受 比复杂的数学公式 更能打动人心 而赫兹 Henry Kertz 则是另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他在19世纪末的工作中 成功地生成和检测了电磁波 证明了法拉第的理论是正确的 赫兹的实验 就像是一场电磁波的派对 他用火花间隙和金属环等设备 制造出电磁波 并且用接收器捕捉到这些波动 赫兹的实验 不仅让他成为了电磁波的派对主办人 还为后来的无线电通信奠定了基础 有趣的是 赫兹在实验中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所发现的电磁波 会在未来引发一场通信革命 他甚至曾说过 这项研究没有任何实际应用 可见 科学家的谦逊 和对未来的无知是多么有趣 赫兹的名字 虽然在电磁波的历史中 意义生辉 但他在逝时并没有享受到 自己发现的红利 在这场发现之争中 法拉第和赫兹的贡献 是相辅相成的 法拉第为电磁波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而赫兹则将这一理论变为现实 可以说 法拉第是电磁波的父亲 而赫兹则是他的养父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科学的进步 往往是建立在前人的肩膀上 而每一位科学家 都在为人类的知识宝库 添砖加瓦 所以 下次当你在使用无线电 手机或是WiFi时 不妨想起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 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的便利 毕竟 正是他们的努力 让我们能够在现代社会中 无缝连接 而不必再像法拉第那样 整天和电磁场对话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普朗克VS爱因斯坦 量子理论的父子争吵 在物理学的历史长河中 马克思 普朗克和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的关系 就像是一对父子 既有深厚的情感 又充满了争吵和争论 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 这对父子的量子理论之争 当然 带点幽默的调味料 首先 普朗克是量子理论的奠基人 他在1900年 提出了量子假说 这就像是给物理学界 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他告诉大家 能量并不是连续的 而是以量子的形式存在 想象一下 普朗克就像是一个古怪的厨师 他决定把能量切成小块 而不是像传统的厨师那样 把它煮成一锅汤 结果 大家都惊呆了 纷纷问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而爱因斯坦 则是普朗克的量子儿子 他在1905年 提出了光量子理论 进一步推动了量子理论的发展 爱因斯坦的想法 就像是普朗克的量子假说的升级版 他告诉我们 光不仅是波动的 还可以像粒子一样存在 于是 爱因斯坦就像是那个在厨房里 不断尝试新食谱的年轻厨师 试图把普朗克的量子块 做成一道美味的量子大餐 然而 父子之间 总是难免有争吵 普朗克对量子理论的保守态度 让爱因斯坦感到不满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上帝不知头子 这句话 就像是 他在对普朗克喊 你怎么能让宇宙变得如此随机 和不确定呢 普朗克则回应道 年轻人 量子世界就是这样 接受它吧 这就像是父亲对儿子说 你长大了 得学会面对现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 量子理论逐渐被接受 但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争论 并没有结束 爱因斯坦在晚年 对量子力学的某些解释 持怀疑态度 甚至提出了著名的爱因斯坦 波多尔斯基 罗森悖论 试图证明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 普朗克则始终支持量子理论 认为 他是理解微观世界的关键 最终 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争论 不仅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也让我们看到了 科学家之间的激情与矛盾 就像一对父子 虽然有时会争吵 但他们的目标 始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宇宙 所以 下次当你在思考量子理论时 不妨想象一下 普朗克和爱因斯坦 在厨房里争论的场景 一个在切量子块 另一个在调配光粒子 最终 他们可能会一起做出 一道美味的量子汤 让我们在科学的世界中 大快躲一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 探讨了一些科学史上 最引人入胜的争论 包括达尔文和反达尔文之间的较量 法拉第与赫兹的电磁波发现之争 以及普朗克与爱因斯坦 在量子理论上的父子争吵 这些故事不仅让我们了解了科学的发展历程 更让我们看到科学家们 在面对挑战时的幽默与坚持 总结一下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 与反达尔文派的宗教信仰之间的争论 实际上是科学与信仰 理性与感性的一场较量 法拉第和赫兹的贡献则让我们明白 科学的进步往往是建立在合作与互补之上的 而普朗克与爱因斯坦的争论则提醒我们 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充满了不断的质疑与反思 在这些精彩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科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也体会到了科学家们之间的深厚情谊与激烈争论 正如我所说的 科学和幽默都是探索真理的工具 所以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科学故事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觉得科学探索中的争论是如何推动我们的理解的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 提问或者是讲讲你心中那些科学争斗的趣闻 让我们一起在科学的海洋中畅游 期待你们的声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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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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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